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7日 星期一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俄烏雙方對於停戰仍未達成共識 美國《華盛頓郵報》5日披露 拜登政府私下鼓勵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明意願 和俄羅斯談判 並放棄公開反對參與和平談判的態度 知情人士表示 美國官員的要求並不是志在逼烏克蘭上談判桌 而是希望能夠確保其他國家繼續支持烏克蘭政府 因為有些國家擔憂這場戰爭可能打好幾年 消及到如何長期資助烏克蘭人民的問題 這樣顯示 拜登政府對烏克蘭問題的多種顧慮 美國官員公開承諾 不管戰爭打多久 都會以巨額援助支持烏克蘭到底 但私下又希望能夠找到結束戰爭的解決方案 這場戰爭已經對全球經濟造成懲罰性損失 並引起核戰的憂慮 而同時有另一個消息指出 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李察德 這個星期在出席活動時警告 當下烏克蘭的衝突 並非美國應該準備的最糟糕情況 他說 當我評估美國對中共的威懾時 這艘船正在慢慢下沉 他指出中共發展核武的速度比美國更快 據五角大樓介紹 美國海軍李察德上將星期三 在海軍潛艇聯盟2022年 年度研討會和行業更新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 美國必須讓自己做好準備 現在所處的這場烏克蘭危機 只是一場熱身賽 其實大危機正在到來 而且不需要很久 我們就會以很久沒被測試過的方式來被測試 李察德提出 我們必須對處理這個國家防武的方式 作出一些迅速的根本的改變 李察德進一步表示 目前正在發生的俄乌戰爭情況 已經生動地說明了核威脅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已經生動地說明了核脅逼到底是怎樣 以及你如何對付它 李察德說 好像中共這樣的競爭者 甚至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來企圖超越美國 美國必須加快步伐 保持處於一個良好的位置 保持戰略威懾和國防 有分析認為 美國政府希望烏克蘭早日結束 和俄羅斯的戰爭狀態 使美國將主要精力放在對抗中共上 在下面 韓國合同參謀本部5日自出 北韓在上午11時32分至11時59分之間發射4枚短程彈道導彈 其中一枚落入位置靠近韓國領海 韓國總統韻石穴嚴斥 這個等同入侵領土 北韓罕見從距離中國丹東只有約20公里的邊境地大發射飛彈 韓國正在分析它的意圖 韓國和美國至10月31日進行警戒風暴空中演習 並延長一日直至5日 美國上個月向關島派遣的兩架B-1B轟炸機 5日飛彈韓國參與最後一日的軍演 超音速飛行的B-1B 棄米軍長程轟炸機部隊的支柱 如今雖然沒有配置核武 但能夠搭載巡翼飛彈與雷射導引炸彈 被北韓視為嚴重威脅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湯馬斯·葛林·菲德 4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表示 警戒風暴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這次消除北韓入侵演練的說法 並點名中俄在緊要關頭包庇北韓 中俄就反指美方聯合軍演導致局勢升溫 同時美國印太司令部和日本航空自衛隊 排出F-16戰鬥機 F-2戰鬥機和B-1轟炸機進行聯合演練 以示威脅 據共同社援引沖繩防衛局的消息稱 美國防衛官員稱 空軍張揚抵述該機地的兩個飛行中隊 共計約50架F-15戰機陸續退役 改為大約每半年派一批F-22戰機輪流駐紮的方式 在5日前 北韓今年已發射約60枚彈道飛彈 是金正恩在位十年間任何一年的兩倍多 韓國已要求美國加強部署航空母艦 核動力潛艦 B-1B長程轟炸機等戰略資產 加入烏克蘭致援軍的25歲台灣亞美族軍人曾聖江 在與俄軍交戰中喪生引發各界關注 在他離世的消息傳出後 烏克蘭軍方同袍發布文章 與他生前的照片表示敘事 曾聖江服役的第49赫爾巴遷獨立步兵營部隊戰士 魯斯蘭·安德烈科在《念書》發布推文說 通過與曾聖江並肩作戰的經歷 他感到了台灣的愛國者的支持 他寫道 來自台灣的年輕士兵為烏克蘭獻出生命 總有一天我們會寫出關於他的書 但現在我們只有相同 他的離去是我們整個營的損失 全烏克蘭人對台灣與他的家人有這樣一個兒子 表示尊敬與無限感激 文中提到說 曾聖江是一位台灣的愛國者與烏克蘭的勇敢捍衛者 我曾經對來自世界國地的戰士 來到烏克蘭作戰的原因感到好奇 當我問起時 他們通常會回答 每天在社交平台看到俄羅斯的暴行 如果只是旁觀而不作為 我無法將自己視為一個男人 他們離開平靜的生活、家庭、國家 進入戰爭之中 經歷泥臨、霜凍、雨水、堅守寒冷的戰豪 戰友們刺熱的心 在俄軍不斷的砲擊與幾個星期未合眼的情況下跳動著 曾聖江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度過 無論情況如何艱難 我們只能繼續向前 在文章的最後 他也發佈了曾聖江在烏克蘭拍攝的照片 對死難的戰友表示沉痛的悼念 相關的貼文引發網友感慨 有網友評論說 袁勇是安息 真正付出行動的人值得尊敬 近日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等大型科技民企與中共國企合作運營之後 中國短視頻平台也仍來各有高調介入的浪潮 公開資訊顯示 抖音、快手兩大短視頻公司都遭到中共官方媒體入股 這些機構都具有對高管層任命的一票否決權 公開資訊顯示 中共央視的子公司、網頭中文 目前已經入股抖音持有1%的股份 北京廣播電視台正式投資快手同樣也是持股1% 兩家企業都以特殊管理股為主 對兩家企業肯有特殊權利 《自由時報》認為 這樣標誌著中共官媒對影音社群平台擴大了控制權 推動公司合營的時代到來 這種做法也增加了外界對抖音安全性的擔憂 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 喬什霍利在接受《每日郵報》的採訪時表示 TikTok及其中國母公司構成了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 現在需要重新讓自節跳動出售海外版TikTok軟件 11月1日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5名委員之一的布倫丹卡爾 向握兆表示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應該採取行動 禁止TikTok在美國運作 卡爾說 我不相信除了禁令之外沒有其他前進的道路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不可能對數據提供足夠的保護 讓你有足夠的信心 相信資訊不會落入中共手中 對數據提供足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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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冬天持續 將這個作為防疫主力 屆時部分地方經濟就會連大崩潰 百姓就無法承受 知名大五毛周小平也忍不住了 11月5日微博發帖質疑 下面的話是我說的 現在可以來封我了 捉我都行 要殺要劏隨便 反正我要說實話 現在最簡單的情況是 你去一趟疫情最重的美國 只需要隔離7天就可以回家 你去一趟疫情相對輕的邊疆 風控70天都未必能回家 這是防疫還是掠水 這樣做到底有什麼意義 這位以批評西方著稱的大粉紅寫道 就算我們要一直抗疫到底 這也不能因此隨便造謠話 國外橫屍遍野 醫療崩潰 後遺症爆棚 因為這也不是事實 自稱外黨外國的中國人大教師 黃文也發帖說 隔離第7天 縱使有對黨對國無限熱愛的自己 也在心裡崩潰的邊緣 除了飯食較差 行動受限制之外 最不能忍受的是 每天凌晨2點做核酸 沒睡過一晚 剛剛隔離屋的女士在痛哭 喊到屍心裂肺 嘩 一向親共的台灣藝人黃安 近日也在微博上大鬧 他的手機突然彈出信息 告訴他 可能與北京內外的疫情風險地區等有時空關聯 收到消息後 黃安在微博上大鬧當局混帳 黃安在2000年起就居住在中國大陸 疫情爆發後 他時時在微博上發表貶低台灣防疫政策等言論 並跟隨中共黨媒的論調 吹捧當局的極端防疫政策 不過 更是黃安對中共當局的防疫政策頻頻表達不滿 5日 黃安再次發微博抱怨 稱誰有病誰去看醫生 誰有病誰去治療 其他人該做什麼做什麼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道理還聽不明白 到底在這裡固執什麼 他解釋說 因為我去過有一個病人的城市 回來之後要隔離7天 有病 這個小區有一個人得病 所有人一起吃藥 不准走 收聲等通知 有病 這個地區有人病了 直接封了 甚至小孩子有病不准看醫生 家人過了生也不准上墳 這個才是有大病 黃安也曾上個月在微博大吐腐水 他透露這次出行期間 在高速公路的服務區掃描健康碼時 綠碼變成紅碼 因為狂鬧防疫人員 他趁些被中共警察拉走 一天之內反覆領教中共的鐵拳 黃安承認自己很慘 有網友評論說 即使是家犬 也不能欺壓太甚 狗奴才咬主子的事時有發生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剪接電視 觀眾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